快看,不要怀疑,这是用AI生成的游戏 一个计算机,界面改成马卡龙颜色 把按钮改成一个爱心形状 一个愿望清单扭蛋机,莫兰迪色系 扭蛋机要透明的,扭蛋机改成马卡龙颜色 扭蛋掉下来时制造打开惊奇的效果 一个速读游戏,莫兰迪色彩 一句话到位,有没有这么夸张? 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忍者妈妈欢乐屋 一个说儿童故事的网站 嘿,我是忍者妈妈,带你使用AI工具 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透过跟AI对话,就可以完成自己的小游戏 我们家10岁小孩就能完成哦 还会帮我debug哦 首先,来到他的网站websum.ai 右上角按login,用Google账号登入 进到主页,这里有很多别人的作品 可以点进去玩玩看 喜欢的话,点选爱心,就可以收藏咯 那要如何开始自己的创作呢? 回到主页,中间有一个很像搜寻器的栏位 直接在这里输入你的想法就可以咯 是的,不要怀疑,就是这么简单 No Code的时代已经确立 不需要任何程式编码 只要透过跟AI对话就可以完成咯 那还需要学习吗? 当然要咯 以后各行各业的工作模式大概就是这样 每天跟AI对话,交办事项 再确认AI有没有做对 重点来了,要确认AI有没有做对 如果没有学习,你如何判断AI做的对不对 所以人类还是必须学习的 我们只是拥有更强大的工具 我们只是改变做事情的方式而已 还是不能躺平 好,回来今天的主题 WebSum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WebSum是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东西 它是一个网路模拟器 在没有AI的年代 网路模拟器主要是用在网站的测试和开发 以及模拟网络行为和安全性测试 用来优化网站和用户体验 那它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呢? 当然是因为有AI的加持咯 点选对话框 打开下拉式选单 这里可以看到它结合了各大AI模型 根据网路上其他工程师的评测 关于写程式的部分 Cloud的Solnet 3.5模型优于其他的 所以我在这里都选Solnet 3.5 但是Cloud目前有一个致命伤 就是记性太差 如果一次给它太复杂或冗长的任务 就会一直坐了后面望了前面 坐了前面望了后面 会一直陷在这个回圈里 最后花了很多时间 却没有完成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专案 拆成很小很容易完成的事情 让它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快速完成 最后再自己串接 选好AI模型在对话框中交代任务 按Enter就可以执行咯 再根据结果继续用对话修正 你也可以不用输入任何文字 直接按Enter 让它重跑一次 让它自己修正 这里可以看到每一步修改的过程 当你改到乱掉时 可以从这里检视自己的逻辑 看哪一个步骤错了 任务完成之后 点选右上角三个点点 这里可以复制网址 分享给别人使用 也可以下载HTML档 取得原始编码 做后续编辑 虽然这个网站目前没有收费 但是它用的都是收费的AI工具 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收费 所以一定要记得保存你要的档案 如果你的创作需要一直串接AI才能运行 那将来这笔费用就省不了 点选旁边的书签图案 可以储存你的专案及叫出左边列表 在左边列表点选你的专案 可以为专案重新命名 选择要不要公开给其他人使用 选择公开可以自定义连结名称 如果你觉得at后面的名字太长 不好记 可以点选刚刚右上角的三个点点 下面有一个设定 从设定里面修改就可以了 回到左边列表 我们如果有收藏别人的作品 点选中间爱心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你收藏的作品 最后这个就是你所有专案的历史记录 那我要如何将完成的专案互相串起来呢 我在网路上看到两种方式 第一从右上角三个点点这里复制A专案的网址 另外开启视窗贴上连结 在A专案的网址后面加上问号plugin等于atb专案的连结 就是刚刚这边websm.ai写线后面at这一串 串起来像这样 缺点就是无法变更大小编排版面 第二透过对话创建一个windowsOS桌面 然后建立一个icon启动这个atb专案的连结 一样是at后面那一串 当然也可以直接花钱找个工程师帮你搞定一切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有当然有 猜猜看是哪个工具呢 想知道的同学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 想要学习更多的同学也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另外我在网路上看到很多人拿他来做网站 效果如何呢 是的 他可以生出有模有样的网站给你 但是只有一个漂亮的前端而已 真正实用的网站都还需要后面资料库的串接与维护 试完之后我完全不赞成用他来做网站 为什么呢 因为AI是一个变动的工具 有时候我们只是想要修改一个小地方 但是他每次修改都会重新跑一次 不想改的地方常常都会被改到 所以会写程式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直接下载他写好的html档 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微调 串接后端资料库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哦 我们还是需要工程师的 工程师不会失业 只是工作的重点改变了 工程师再也不用被客户的善变搞到疯掉 不用把时间花在修改前端的界面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工具比较适合用来做一些单纯的小工具或小游戏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想即所见 所见即所得 让你的想法直接视觉化 可以很快判断我们的想法对不对 好那要如何快速做出一个网页 并且串接这些小工具或小游戏呢 我个人推荐 Notion 同学们 有没有猜对呀 因为 Notion 可以做无限多的页面 页面跟页面之间可以互相连结 有试算表的功能 有资料库的功能 同一个资料库还可以随时变换呈现的方式 非常简单好用 接下来我们就以忍者妈妈欢乐屋作为范例 带大家实际操作一遍 首先我在Webazon做了三个小游戏 愿望清单扭蛋机 俄罗斯方块 速读 开一个记事本 储存这三个网址 用萤幕截取的方式 获得这三个游戏的示意图 然后登入自己的Notion 开启一个新页面 加入三个游戏的图片 加入游戏名称 选取文字 插入超连结 连结三个游戏的网址 只要用滑鼠拓曳 就可以任意变更文字跟图片的排版哦 打开Gimini 请他撰写网站欢迎词及简介 还有三个游戏的介绍 然后贴过来 来到Copilot Image Creator 请他帮我们生成网站的横幅图片 再到Leonardo 扩图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Leonardo 或其他工具一次生成图片 我还想要一个 跟图片风格相似的表头文字 来到Design 输入文字Funny House 选择字形及大小 选择图生图 选择风格 上传刚刚横幅的这张图片 这样生成的文字风格就会一致咯 网页排版完成后 在右上角Share这里 选择Publish 按Publish就可以咯 如果想要自定义网址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要付费咯 这里可以打开SEO 让你的网站被搜寻到 如果想要关闭网站 同样的位置点选Unpublish就可以了 忍者妈妈换乐物的连结 我会放在资讯栏 欢迎大家来找回童年的快乐哦 后面如果有新的游戏 都会陆续放上去 最后提醒大家 创建游戏的时候要记得 让电脑跟手机都可以用哦 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